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伴随红龙巨像及阵阵白烟 画面触目惊心 路过民众拿起手机拍下 惊悚瞬间 眼前这一幕就像是 大型土石瀑布 驾驶鱼记油纯 赶紧往后退 就怕一旁边坡跟着滑落 危急安全 只是大片土石及树木 堆积在道路中央 阻断双向通行 怪手紧急抢通清除道路障碍物 受到豪雨影响 宜兰台九丁线发生山崩 只是宜兰台七线 先前才因为大雨土石坍塌 导致大批游客一度受困 鸣池山庄 整整十月宜兰几乎都在下雨 根据中央气象局过去资料 显示在1974年10月 宜兰就有两个地区 降雨超过4000毫米 宜兰东山新寮 则是有3929毫米 到了今年10月 宜兰西茂山更降下 4574毫米雨量 创下历史新高 仅9天未下雨 只有5年的历史期资料而已 那我们通常要了解 一个地方的气候特性 可能会需要30年的资料累积 这个气候特性才会比较完整 宜兰时隔48年 在西茂山又观测到超过4000毫米雨量 还刷新全台月雨量累计记录 也难怪宜兰成了好大雨的重宅区 机械王中军神圣一红防身产报道